據海外媒體透露 遼寧省委書記王明 在江蘇任職時期的問題曝露 目前或面臨被調查 王明曾迫害法輪功 並在習近平當局宣布廢除勞教制度 媒體曝光遼寧馬三家勞教所 濫用庫刑時維護馬三家 日前中共天津原副市長莊公會去世 官媒報導哀悼的名單中 中共已退休的前高層 僅有溫家寶、李瑞環等三人 李瑞環與溫家寶的露面 引發外界關注 此前兩人在習江鬥中 曾不斷高調露面體系 大陸2014年各類罷工事件 頻發的其中一些原因 和養老金問題有關 中國經濟增長日漸放緩 導致1.66億的農民工 養老金問題日益突出 而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工人數 不足六分之一 中國黃金協會 在2月6日的一份聲明中稱 2014年中國的黃金消費量 比因金價暴跌而火爆搶購的2013年 下滑了25% 新唐人雅電視整理報導